1 2 3 2 2 3 热情有劲带动跳 而这是新北市消防局第五救灾救护大队 在英哥陶瓷博物馆所举办的儿童消防夏令营 吸引了200多位来自三峡英哥地区的小朋友参加 以闯关游戏进行 首先来体验一下消防叔叔平时是如何穿戴消防衣 在救灾的时候要救灾了要以最快的时间 把装备穿戴齐全是保护自己的安全 也提升了救灾的效能 接着再体验一下消防叔叔是如何用救灾设备 涉水要对准目标又快又准的才能涉下球 这就跟消防救灾一样 新北市消防局第五救灾救护大队大队长林永东 就希望借此达到寓教娱乐的目的 藉由这个机会让小水桶在消防的尝试 跟防灾防疫以及地震的这些活动 能够有一些体验 而夏天到了天气炎热 不免到西边海边游泳池细水 也提醒跟教导小朋友细水的安全注意事项 小朋友当起了救生员 一样穿戴救生衣及相关的设备都穿戴齐全了 到池里救起安妮也就是溺水者 透过讲解学习消防知识及防疫的技巧 小朋友都觉得好好玩 而家长们也认为有必要让孩子实际体验 从中学习 我们要扮演消防员 然后穿小小消防员的衣服 然后拿水枪去射球 要把两颗球射下来 穿上消防衣然后去射球 然后模拟灭火的样子 要穿救生衣戴安全帽 然后拿着救生圈把安妮救回来 因为它上面就是有介绍一些消防的体验 跟地震的知识 想要让小朋友多亲身体验一下这种活动 是从游戏中 让小朋友获得一些消防的资讯 还有防灾的那个 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让小朋友透过闯关的方式 体验射水 绳索横渡 求持救生等等互动的游戏 来加深学习正确的防火防灵以及防灾的知识 参加夏令营好好玩 欢度了愉快的暑假时光 中佳新闻林凯军 卢秀娟音歌唱报道